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陳一華表示他從國小就加入田徑隊的行列 原本負責牽球的部分 高中時發現鐵餅比牽球有更多的技巧 所以對直鐵餅開始產生了興趣 在丟鐵餅的過程中我也覺得 就會覺得很自在很快樂 在體育場上的時候就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以前的學業成績沒有很好 所以我只要上台頒獎都是體育項目 然後雖然不是學業前三名 可是我覺得在體育方面 然後前三名也是 就人生中是一個很好的 對 大大學體育老師徐鴻一說 銀化不僅練習很勤快 品學兼優 在大學期間又拿來金面獎牌 可以說是文武雙拳 貨班彰化縣大專儀優秀青年 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下課都可以回家休息了 可是陳銀化同學都非常的積極 自己在上來我們田徑場上自我訓練 然後有時候跟師長一起配合 那之前也曾經帶陳銀化同學到北部 找我們台灣鐵餅牽球的名教練 國立體育大學呂錦毅教練的指導 而且成果相當的卓越 銀化說體育是他熱衷的興趣 未來他想從事教職工作 希望當個體育老師 讓更多學生感受到運動的快樂 大安人新聞 我留下採訪報導 我們檢查看 我們不管如何 他說實在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